平安,一个简单的牧羊男孩,如此感动神的心,神拣选他成为实体的代表,彰显神在地上的掌权。 大卫在他心中承载着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,他的表达是,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,我仍要寻求,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, 瞻仰他的荣美,在他殿里求闻。 我正在祷告,正在宣告,在这个时刻,圣灵会高抹耶稣基督全球的身体, 拥有大卫心中所有的。 在这个时刻,我们接受一个新鲜的传承,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深的燃烧, 我们要说,是的主,我们渴望你,是的主,我们要深度的亲密, 我们要与你连结,我们要瞻仰你的荣美,为你的良善而着迷, 我们要将我们一切的好奇带到你的面前求问, 要知道你的想法为何。 阿们。